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这老者竟然是七秀境界的武皇存在 这种实力在帝国之内绝对是顶尖的强者了 除非是火乌皇室背后的靠山巨天宗 怕是再也没有比七秀境武皇更强大的存在 这老者即便不是火乌帝国守护神之类的 也定然是权势大的吓人的那种 但是李云霄的脸上还是装着松了口气的样子 轻松地说道 原来老伯是觉得内阵法有点意思 但是我们出门之前 公主曾经交代过 这可是本门的不传之秘 不能轻易泄露 若是我们传了出去 回去定然要受到重罚 公主 老者满腹狐疑道 你们是哪个门派的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哪派有这种引雷之术 这 李云霄为难道 术无可奉告 本派来火乌帝国时日不久 根基尚浅 无法跟那些屹立了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宗派比 今日又偷袭了形阳甲 若是被人知道了 岂非给门派带来大祸 老者的心中飞快地算计着 十日尚浅的门派 很快 几个怀疑对象 便浮现在脑海当中 他故意沉下脸来 冷喝道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是假 若你们是两大帝国派来的贼人 放你们回去了 那我火乌帝国 岂非落得一个大笑话 李云霄皱起了眉头 极度为难地说道 这个 让我们交出阵法 也不是不可以 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退磨 有点补偿的话 我们回去受点责罚 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家说是吧 一众人等 立即明白了李云霄的意思 纷纷点头起来 一个个双眼放光 是啊 若是丢失了阵途 回去之后 公主定然不会轻饶我等 那个极音痕气 想起来都吓人 打入体内 怕是终身都难以化解 上次 上次张三出来执行任务 丢了一件悬兵 都让公主打得重伤 半年才好的 哎呦呗 除非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否则就是死 我们也不肯交出阵途的 李云霄 重重咳嗽了几下 才无奈地说道 大人 你也听到了吧 不是我们不想给你 而是我们怕呀 您老身为七秀镜五皇 随便给我们一点破铜烂铁的 让我们心里得到些许安慰 也就是了 老者听了目瞪口呆 哪有这样的道理 自己这可是拦路抢劫的性质 只是不好意思拉下脸来明强而已 这群人怎么这么不识趣 知道自己是五皇 竟然还跟自己谈条件起来 您老身为五皇 不会想明强欺负我们这些后辈吧 李云霄皱眉地狐疑道 顿时把老者想要直接动手抢的念头打了下去 若是被其他人知道自己抢小辈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小孩 那自己以后也不用在火屋帝国混了 老者重重咳嗽了起来 一脸的怒涩冷喝的 你们以为我朱锦是什么人 还会出手抢你们小辈之物 简直是放肆 若不是那阵法稍微有点意思 我也不过是拿来看了就扔掉 莫非你们以为我堂堂五皇 还会对那些低级的东西去研究不成 当然我也不可能白拿的 既然你们遇到了我朱锦 就是你们的机缘 我也随便送你们一些好东西 让你们受用无穷吧 我要一件五阶玄兵 六阶的丹药 五阶战甲 还有神通药局 还没有等朱锦开口 所有人纷纷叫嚷起来 一个个激动不已 李云霄善善地说道 都是一群不懂事的家伙 那我就要二十万上品原石就好了 朱锦顿时勃然怒道 你们敢耍我 耍您 李云霄一脸无辜的样子 恶然道 您是五皇强者 我们敢耍您 不要命了吗 不会是你不想给 或者这点东西 你都给不起吧 怎么可能给不起 这些东西虽然珍贵 但是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不过谁会整天 把一大堆东西带在身上 况且你们那破阵 也值不了这个价 这样吧 给你两万上品原石 赶紧把阵图给我 什么 两万 上品还是几品 我没听错吧 李云霄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朱锦老脸一红 称怒道 那就十万吧 不能再多了 那破图一万都不值 李云霄哼道 十万上品原石 我们尽重您是强者 是前辈 您当我们是叫花子要饭的 是可杀不可辱 今天我们就是要与阵图共存亡 也绝不给宗门抹黑 掉了份 朱锦伯然大怒 几乎就要发作了 自己堂堂武皇 竟然还被这群小喽喽 啰嗦了这么久 若不是还有几道神石 在这附近 自己一不做二不休 杀人抢图就是了 但现在还有人盯着 若是传了出去 让我朱锦的脸面膜拿放 顿时咬牙切齿道 小子 你也别太过分了 说个假 李云霄一声冷哼 他何尝不知道朱锦心里的忌惮 看来这火屋帝国内部 也是争斗不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果然一点没错 他举起三根手指 冷然地说道 三十万上品原石 少一块 你就杀了我们吧 朱锦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三十万 他不是拿不出 但也是心疼不已 可以想到那可以引雷的阵图 顿时内心忍不住的激动 他本身修炼的就是雷系功法 十分罕见 而且修炼起来异常困难 但若是随时可以引动雷霆来辅佐的话 自己的境界足以进阶一大步 所以那阵图一定要得到手 好 三十万就三十万 但若是我发现这阵图有问题 或者不值这个价 你们就等着承受我的怒火吧 朱锦十分干脆地扔过一个储物袋 李云霄接过之后 没看就直接收了起来 以对方的身份 既然都不好意思出手抢 自然也就不会耍赖了 他笑着 将那份修改后的简易阵图也扔了过去 朱锦接过后仔细一看 顿时双眼冒出精芒 兴奋地收了起来 内心的疼痛之感顿时化为一空 满意道 看着样子还行 有点意思 你们给了喜娘家如此大的一个耻辱 自己好自为之吧 别以为可以瞒得了所有人 火屋帝国也就这么大而已 李云霄笑道 等他们还有力量的时候再说吧 多谢前辈慷慨补偿了 后会有期 他也不再啰嗦 几个绝印飞入战车内 顿时嗖的一声 速度开到最大 朝着远处而去 行阳家的上空 行阳翼和一众长老 惊疑不定地看着那雷狱之中的天外玄名玉 其中散发出来的力量 让他们也感到极度的震惊和骇然 虽然众人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但也无法认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如何从这雷狱当中取出来 组长大人 要不先把这十二架战车收起来 这雷电之狱似乎是靠这些战车在维持运转 一名长老建议道 不错 这块石头应该是查找凶手的关键 他们应该是来不及收回去 就直接逃走了 我们就从这块石头上入手 行阳翼面色阴沉似水 就算找到凶手将他们碎尸万段 也无法洗刷行阳家的耻辱了 可以肯定的是 明天开始整个帝都会传开这件事 多少人会在暗地里偷偷乐着笑 一想到这 行阳翼就觉得浑身要抱走了 他愤怒的一掌劈下 直接轰在一架战车上 随着他一掌劈下 那战车上突然冒起了一阵白光 好像在高温之下被烤得通体明亮 紧接着 另外十一架战车纷纷点亮起来 好像十二个发光体附在空中 将周围数百米之内照得一片通亮 目不能视 这 行阳翼心中意惊 一种不好的感觉顿时涌了上来 此刻 那雷狱中的天外玄冥玉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变得几乎透明起来 一道道的极音寒气从其中射出 所过之处将空气冻结成一道冰雕 一名长老倒吸一口冷气 骇人吼道 不好 这些战车要自爆了 行阳翼也是从惊呆之中彻底回过神来 整个人完全要气炸了 咆哮着怒吼道 所有人一起出手 护住族内之人 所有行阳家的弟子 赶紧跑啊 这十二架战车属于三阶悬兵 爆炸起来 他们还能够抵挡 但是那雷狱之中的天外玄冥玉 却给他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和震撼 在那种寒气之下 他感觉自己灵魂都仿若要冻结一般 这种东西 若是爆炸开来 他一想到 就顿时浑身发冷 再也淡定不了了 行阳家所有武宗强者 纷纷将志强的底牌全部施展出来 朝那雷狱中轰去 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刻 让所有人都团结一心 发挥出了最大的力量 但是 那十二架战车轰然爆开 好像十二个小太阳在空中炸裂 白光刺的人一片眼盲 巨大的冲击之力震天动地 但很快 一道蓝色的光芒绽放开来 将所有的白光全部吞噬进去 犹如一朵巨大的青莲盛开在帝都的上空 整个上阳城被映照的一片淡蓝 这股吞噬了一切光芒和力量的蓝色 没有丝毫的声音 却给人一种寂灭一空的感觉 所有的爆炸声都在这蓝色之下安静了下来 上阳城几乎所有的强者全部骇然失色 纷纷冲天而起 着的边阳城几乎組亚